他是五月王前六的后代 拥有美国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 参与绝密的军事项目研究 长期自由出入五角大楼 30岁时 他作为美国上校 赶赴德国提审纳粹科学家 普朗特和火箭之王冯布劳恩 仅35岁就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 还是NASA火箭小组五位创始人之一 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还猜不出来他是谁 但只要一提到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火箭之王这些个称号 你可能立刻就想到这个伟大的名字 钱学森 众所周知 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十分坎坷 美国软硬兼施 千锋百计进行挽留 先是给尽了荣华富贵和令谁都羡慕的优厚待遇 行不通后又对其进行迫害和软禁 他一个月之内报售30斤 还遭遇超家之火 800公斤的书和笔记 更是被海关强行扣押 回国之日遥遥无期 这些行为都可以看出美国对他的重视 美国海军高官曾经说过 不管钱学森这个人到哪里 都抵得上五个师团的兵力 钱学森被秘密扣押五年后 周总理和毛主席得知消息 决心无论以什么代价 都要将他安全带回 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 中美商讨正在战后事宜 为表诚意 中国提出用朝鲜战争中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来换回钱学森 要知道飞行员都是国家的宝贝 美国自然难以拒绝这个诱惑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做了一笔亏本生意 但后面钱学森惊人的成就把他们的脸都打中了 2009年钱学森逝世 享年98岁 他死前不仅为中国留下了核武器和众多先进发明 还留下一项强大的黑科技 超音速风动 极大的促进了我国飞机事业的发展 当时世界上只有五个人能够研制 你怎么看待钱学森的一生呢 我希望你能够研制